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座高大的风土堆 这过往的车辆还有很多路过这里的人都不会多看得一眼 这座孤零零的风土堆就是这位传奇女人的目的 它叫做鹏城太飞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它属于机场的进飞区 所以说就不能给大家去飞无人机 看一下这座太飞幕的风土的规模了 在这个路边发散了一座文宝碑 市集文物保护单位 太飞幕 但是这座墓它是在这些树林里边 周边全是铁丝网 我现在找一个路看能不能进去 这座蓬城太飞幕已经被各家的菜园子给包围起来了 需要走一条小路才可以接近这座墓的风土 如今太飞幕的风土已经被铁栅栏给保护了起来 这座千年大墓有明显的被取土的痕迹 它的直径墓侧看的话应该是有30米 它的风土高度非常的高 墓侧应该在9米左右 在风土下方就是这位墓主人的地宫 这个地宫应该是被盗了 可能因为墓主人一生的故事 这座墓在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孤独 这位墓主人的一生非常的不容易 她生活在南北朝乱世中 她叫做耳珠婴鹅 根据史料记载 这位墓主人就是北魏权臣耳珠蓉的长女 作为权臣的女儿 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 从她出生那一刻就注定她是家中的一枚棋子 在北魏孝明帝时期 她为了拉拢这个大家族 于是孝明帝把耳珠蓉的长女纳入后宫为妃 孝明帝虽然身为皇帝 但是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她的母亲 宣武陵皇后胡氏 后来这孝明帝对自己母亲干涉朝政非常的不满 于是她下秘诏 让英俄的父亲耳珠蓉带领大军 进京协助她拿回大军 结果这件事情早都丰盛了 这胡太后一怒之下直接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一年孝明帝年仅18岁 后来这胡太后下令把孝明帝的妃子全部发落到庙里出家为妮 此时这位牧主人耳珠英俄也在其中 没过多久耳珠蓉就率领搭军来到了京城 然后她把心里的年幼的皇帝和太后 包括一些皇室成员直接扔到河中给淹死 此时的耳珠蓉她想称帝 但是她又怕天下的人不服她 因为这个皇位来得不正 于是她找来了一位傀儡皇帝 这就是北魏的小庄帝 作为父亲的耳珠蓉 赶紧从寺庙中把自个儿的女儿接了回来 后来在耳珠蓉的逼迫下 给了曾经是自己长辈的女人 也就是耳珠英俄 这一次的耳珠英俄她可不是嫔妃 她作为北魏的皇后 她人生达到了最巅峰时期 当时她在皇宫中的地位非常的高 后来英俄生下了一位皇子 在此时孝庄帝心里藏着一个特别大的秘密 当时耳珠英俄的父亲要进皇宫去看她自己的外孙 就在进入皇宫那一刻 她被孝庄帝给杀了 此时孝庄帝夺回大军后 她看在孩子的份上没有杀英俄 这英俄本以为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 没想到 两个月之后 英俄的族兄打着报仇的名言 帅领大军进入京城 最终孝庄帝被杀 这刚出生的儿子也被杀了 这父亲被杀 丈夫被杀 儿子被杀 此时英俄的心情 大家可想而知 不久之后 这高欢闪亮登场 当时她稳住了北魏的混乱局势 后来这高欢 纳了很多大家族的女子威胁 其中就有这位牧主人 儿朱英俄 严格来说 高欢是没有当过皇帝的 北齐建立以后 她是被追尊为皇帝 虽然高欢没有称帝 但她是当时的实际统治者 高欢这个人 对待英俄还不错 对她的宠爱 甚至超过了高欢的正式 后来英俄给高欢 生下了两个儿子 到了547年 高欢因病去世 她的儿子高杨 严格的来说 应该是篡位成帝 建立了北齐 此时英俄的儿子高优 成为了彭城王 所以他被称为彭城太妃 高杨这个人特别喜欢喝酒 一喝醉了 就喜欢做不是人干的事 当时的英俄 已经看破红尘 就想过一个安稳的日子 但是在一次高杨喝醉后 他试图强暴英俄 这一次的英俄没有选择任命 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他奋力反抗 最后高杨一怒之下 就把英俄给杀了 终年44岁 这位牧主人耳珠英俄的一生 实在是经历太多了 如今1400多年过去了 躺在树林中的英俄 看着400多公里外的北维都城 此时他早已经看透了 当年的乱世纷舟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的朋友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